我们现在演示一下那个分离贴合机的整个的装配和切割过程 首先我告诉大家你们收到一个分离机有哪些配件 一台贴合机 一个真空棒 这是配在真空棒的管子 这也配在真空棒的管 还有一个整机的电源线 会有一卷钢丝 和一个分离胶皮 这个胶皮 这是我们分离机上面配的所有的配件 首先我们在安装之前要把这些配件全部都装好 装在机器上面才可以用 第一个我们先打开这个真空棒 这个真空棒我们要跟它加油 这里可以看到油的多少的格量 可以在这里看到 那个油在哪里加呢 这就是那个真空棒的油 我们要把这个油加到真空棒里面 没有油是不可以工作的 首先打开这个油 首先打开这个油 拧开这个盖子 油从这里倒进去 对 这个油只能倒到它的一半以上不能倒满 好 我们一般的姜油加到这个地方 超过一半就可以了 不可以不可以加满 它这个油超过一半就可以了 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油 仔细看一下这个油 它不能够太多 超过一半不行 然后加油之后我们就盖上那个盖子 然后我们这里会有一根气管 这里有一根气管 这个气管它的大 它的气管有一头是粗粗的 这个粗的就是8厚米的 这个是6厚米的 8厚米的这一头接在这个真空棒的这个 这个部位我们用力把它插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 让它插进去就 就可以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真空棒这个就 安装好了 它另外一头是接在 这一头 我们要将它接在这个 分离机上面 我们随机带的时候还有一个这个电源线 还有一个真空棒 有一个这个 现在我们先把真空棒的这个气管 这一头接在这个真空棒的气管 是接在气管 气管气头是接在这里 直接从这里用力插进去就可以 然后它这里还有个电源 真空棒这里也有个电源开关 我们要这个开关要藏开 然后我们把这个电源接在 它的电源也是接在 也是接在我们的这个 分离机上面的 插在这里 它的电源插在这里 中空棒的这个 我们的主电源是常开的 然后这根电源线 我们是我们的 外接电源线 这一头插在 我们分离机的 这个这个地方 它的主电源线这个地方 也用力插好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一头是插在 那个我们的插排上面 这个电源线的另外一头 我们要接在这个 我们的家用220V电压的插排上面 直接插在插排上面就可以 这样的话我们的整机 就可以通电 这里也会阻开电源开关 打开电源开关 我们机器就可以 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了 那么现在我来介绍一下 每个按键的功能 它这个地方 大家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开关 这个就是空开 它的保险开关 关掉这个保险开关 它的总电源就关掉了 当我们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总开关的时候 它的电源就打开了 这里是灯已经亮了 这个就是一个空开 保险开关的意思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整机的总电源开关 总电源开关 那么下面这个地方的开关是 起什么作用呢 这个开关是它来控制 这个我们的这个 中工棒的 如果说我们打开这个开关的时候 它的中工棒就会工作 这个时候中工棒已经开始工作了 关掉这个开关的时候 这个中工棒就不会工作了 它这个开关的作用就是一个中工棒的 嗯 起一个控制我们的中工棒的这个开关 那么在这个机器的另外一面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看到 有一个温度控制器 就是温控表 它的温度是控制这个加热 我们的这个加热平台的温度的 一般的我们调怎么调设置这个温度呢 首先如果假设我们要调到80度的时候 我们就将这个按一下 然后我们将这个上调 这个时候我们显示看到是调到80度的时候 我们调到80度以后 我们再按回第二个按钮 这样的话它的温度就会慢慢的标准到80度 如果说你要降低它的温度的时候 也是按这个 然后按这个 下降的按钮 我们现在调到80度 可以设置好 这个时候温度我们设置好了 它旁边这里有一个正反段的那个表 这个表呢 它可以调 但是我们已经设置好了 出场已经设置好了 不需要你去调它任何的参数 在这边有一个档位开关 就是那个控制这个电机的 这个正反转的档位开关 我们将它打到反转的时候 拧动这个调速器 它将是反转 这个时候是反转的 我们关掉它 如果说你打到正转的时候 它将是正转 它是正转 如果说你将这个档位打到那个自动的时候 它就会正转 反转四秒钟 反转四秒钟 它这个档位就是 这个档位 就是我们平常都在分离的时候都会用自动档 这个正转和反转 我们将会介绍到 它是在上钢丝 我们绕钢丝的时候会用到这个两个档位 正常分离的时候是用到自动档 它这个调速器是调 我们拧动调速器的时候是调这个转的快慢 转速的快慢 我们将它调大的时候 它的转速就快 我们将它调小的时候 它的转速就慢下来 这个是起一个调速作用 它这里也有一个小开关 它这个开关是一个调速开关 如果说关掉这个开关的话 它就不会这个调速器是不起作用的 如果打开这个开关 它调速器就会控制这个转速 一般的我们选择是常开 首先绕钢丝 把钢丝先绕一圈在这里 用这个夹子夹住它 夹住它以后 我们这个线沿在这里 拉直 绕到这个滑轮中间 这里有个小的滑轮 可以转动的滑轮 绕在滑轮中间 然后这个时候 把这个档位调到反转 我们档位打到反转 扭动这个调速器 这个时候 线钢丝就会 它会全部绕在这一边 差不多绕这么多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 把这个调速器打到正转 调到正转在这里 然后钢丝这边 把它绕到另外一个滑轮 绕到另外这个滑轮这边来 然后这边的钢丝 如果说假设我们这边钢丝是在 在朝上绕的时候 这边钢丝一定要是相反的 朝下绕 不可以两个钢丝是同时这样的 这样是错误的 一定要从这边上往下绕 绕这个钢丝的时候 手我们钢丝一定要带直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弹簧式的 这里有一个弹簧 一定要把弹簧拉紧拉直 这个钢丝拉直 啊我们要拉直它 这个一定要拉直 然后钢丝这样 绕多两三圈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放手 这个堂皇不能放手 用另外一个夹子夹住它 夹好之后我们才可以放 这个钢丝要要让它弄断的话 打个结就可以了 我们绕到这边的时候 档位在正转的时候 这个时候把调刺器 调刺器打开 钢丝它就会绕到 从这边绕到另外一边 当两边的钢丝绕的是一样多的时候 两边钢丝绕的是一样多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钢丝 左边跟右边的是 是一样多很均匀的 啊这个时候是一样多很均匀的时候 我们把再把这个 调刺器打到自动打 这个时候扭动调刺器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正常工作了 我们有配一个这个胶皮 这个胶皮的起的作用就是放在这里 它中间这里上面有很多孔 我们要把孔放在正中间的那一圈孔上面 孔对孔对好孔位 胶皮对好孔对孔对好 它这个机器这个线的话高低 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地方 扭动 可以调它的高低 这个线的高低 我们调这个线的高低 跟那个平台的高度低度 可以通过这个这两个来调 现在我们上线上好了 胶皮我们也放好了 拿一个瓶过来试验切割一下 把这个液晶瓶 反过来放在那个中间的这个 这个这个孔区里面 完全的把它放在里面 然后放好以后 我们确定放好以后 这个时候要把它吸住 这个时候是活动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随意拿起来 然后如果说要把它吸 怎么固定它呢 就是打开这个真空棒的这个电源开关 我们打开这个真空棒的电源开关 这个时候这个就已经吸得很紧了 我们就拿不起来了 不可能再拿动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放心的把它切割这个盖板 线我们刚好把这个线 放在盖板上面 位置的话 我们那个线的高度 和那个盖板的高度是一样的 刚好它粘贴在盖板上面就可以了 通过这两边的这个螺杆 可以调这个钢丝的高度 确定这个钢丝在盖板的表面 就是说我们两个手这样把那个线平压着 推过去 这个时候我们 已经确定可以翻了 没问题了 它有了这个调整器 就是说我们双手这个地方可以慢慢的往前推 看着钢丝在走在走的时候就可以慢慢往前推 推的速度要慢一点点 看着钢丝在走在走的那里 是对 如果说觉得比较慢的话,我们可以调快一点点 它的干胶可能要多切两三次,这样才可以切下来 我感觉这个瓶在活动的时候就可以拿下来了 这样平行的,这样拿下来 这个时候分离就已经结束了 关掉这个调測器 关掉它,它就不会转了 然后推拿起,拉过来 这个盖板是这样拿不起来的 我们这样拿不起来 然后我们关掉这个 关掉这个增弓棒的开关 这个时候,这个盖板就没有吸力了 它就可以停下这个 不良的干嘛 现在我们这里整个一个 切割过程就完成了 很简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